好 馬上來關心這起案件的一個最新發展 我們現在連線到的是資深記者 張俊棟 俊棟你好 好 我們今天趕快來關心 因為主要這起重大案件 在昨天傍晚發生的嘛 那因為涉及到社會的一個重大刑案 所以現在這個專案小組 其實是三間其口 所以我們也只能從各種的跡象來猜 到底這一起的命案是有關情殺啦 還是財殺 還是任何的關係 我們現在只能掌握到一個畫面 是昨天曝光的一個最新畫面 就是這名凶嫌他在犯案之後離開的畫面 那大家感覺到 他好像是預謀犯案的 因為整個非常報警警 甚至都沒有讓大家發現到 任何的一個生物急症是留在現場的 那很多人就形容說 他在離開感覺像是從容離開的 所以再猜到底是不是熟悉對方的時間啦 或者是有沒有可能是熟人犯案呢 目前掌握的一個最新的狀況是什麼 俊董 好 另外還有觀眾朋友帶你來關心 這起槍擊案的一個訊息 以及我們所掌握到的一個畫面 其實我們先從現場來看起好了 我現在所站的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台車寬的農路 往這個地方往後面走去 大概三五十公尺 就會看到昨天命案的第一現場 這個命案的第一現場 其實是一個農舍的資材士 不過你可以聽到現在後面 其實有野狗在叫 其實嫌犯要經過這個地方 一定也得通過這個野狗的這個群起 在現場來遊走的情況 還得躲過這個部分 不過嫌犯呢 是非常順利的在裡面槍殺了兩人之後 隨後騎乘了其中一名課長的摩托車 就透過這個農路 一路騎乘到我背後 也就是現在目前看到後方的這個建築物 也就是生技公司的這個廠區裡面 進到辦公室來槍殺 整個這個過程 其實也透過了另外 我們剛剛稍早所拿到的監視器影像 看到嫌犯 包括他戴帽子 還有他整個蒙臉的情況 騎乘別人的摩托車 非常穩健 而且這個速度呢 並沒有到很急速的情況之下 就離開了這個園區 然後騎乘他旁邊的這一條農路 離開了南投草屯這個地方 隨後呢 他騎乘的這個機車呢 還丟到了台中的霧峰 那麼被警方給巡獲 但是其中一個疑點呢 其實是因為嫌犯 為什麼會跑到台中霧峰去 關鍵就在他要去找朋友 他沒有所謂的台中霧峰地緣關係 他純粹要去找朋友 借所謂的跑路費 拿到錢之後呢 就搭車離開了 林園 好 君怒我剛剛看到 您帶我們稍微瀏覽一下 這個附近的地形啊 有發現說 其實附近其實是一個農地 那畢竟呢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大公司 生計公司嘛 那生計公司一定都會有一些門禁管制的吧 不過昨天在這個傍晚時間 這個嫌犯進到裡面的時候看起來 他是知乎幾乎呢可以說是這個直驅大門而入 難道現場都沒有任何的管制嗎 連警衛都沒有嗎 好 你現在來看喔 其實在我背後這個地方都是農田是花田喔 這個地方呢 再往旁邊看過去 這裡都是植物 而且還有部分零星的這個住戶的房子 坐落在這個地方 不過再回頭看這個生計公司 現在目前您可以看到呢 他其實是大門伸鎖的狀態 警方也在外頭拉出封鎖線 為什麼嫌犯能夠進入到這個廠區裡頭呢 其實關鍵就在於嫌犯第一時間 他騎乘的是這個 也就是在農社農資室裡面 資財室裡面課長的摩托車 把他騎到這裡之後 剛好時間點就是下午的五點鐘 這個時間點呢 就是這個廠區工作人員下班的時間 也因此門戶大開 而且透過目測 其實昨天第一時間 這廠房的門 鐵捲門是整個打開的 因此往裡面看去 目測是沒有所謂的有實體的 這個就是這個保全人員的 保的一個房設 也就是說其實第一時間 有沒有實際人力的保全 配置在門口這個部分 還必須要進一步的查證 倒是這個門一打開 結果這個員工陸續在下班的過程當中 就讓嫌犯抓到了這個機會 進入到了廠區裡頭 講了一句我要找賴博士 那麼就進到裡面 完成了他自己的任務 隨後騎車離開 林元 好聽你這樣分析 其實我們掌握到一個關鍵 其實昨天嫌犯在去的時候 特別是選在這個五點鐘的時間 下班了嘛 那門就直接打開 等於說他就直接就進到裡面去了 所以呢在這個部分恐怕這個警方現在也要措施撥檢來釐清 到底呢跟這個什麼犯案動機有關 甚至於他的身份 那有沒有後續的一些責任釐清 包括現在呢 最嚴重的還有這個賴閩南博士 他人還在昏迷中 好謝謝俊棟 我們再持續來關心現在賴閩南博士 他的一個狀況 由於當下呢這個子彈是從他的耳朵 後方直接進到體內 那直接卡在體內甚至腦出血 那院方呢在稍早說昨天晚上已經連夜開刀 取出了子彈 但他目前還是昏迷不醒 正在家戶病房持續觀察中 南投康健生技公司的槍擊案 搶救唯一的傷者八十一歲的董事長 賴閩南頭部重彈 經由這個南投醫院轉送台中隆總進行開刀之後 醫院也做出最新傷勢說明 子彈其實他從耳後穿過他的頭骨有把他的頭骨震碎 那也有一大片的腦出血 但是最後他子彈其實是沒有完全進到腦部去 他卡在他的肌肉裡面 所以你們是手術把子彈取出 是手術把子彈取出 然後把他這些碎裂的骨頭把他取出 那開刀網我們在半夜總共花了四個鐘頭 醫師說明子彈是從左耳後方進入腦部傷勢嚴重 開刀是從晚間的十點半左右 來進行到凌晨的三點才結束 也順利取出子彈以及碎裂的頭骨清除了血塊 目前在加護病房觀察昏迷指數五 而至於傳出賴閩南確診的部分 目前臺中榮總說明 因為南投醫院這邊檢驗是確診 不過他們PCR檢驗是陰性 所以還會再進一步釐清 而整個開刀的手術過程 也都是在負壓病房進行 可以說是相當的順利 目前觀察期是一到兩週 才能確定是不是有脫離險境 不過這起重大的刑案發生之後 大家也看到有牛樟智智父之稱的賴閩南 他跟京東勢弟李天柱 原來是多年的好友 那李天柱得知之後 其實也是非常的震驚 原來這個賴閩南二零八年 他在南投成立科技館 當時就特別邀請了李天柱來站台 兩人關係其實是非常好的 而且可以看到一些照片 兩人一起去視察 這牛樟智培育的模樣 那甚至李天柱也得知 好朋友送槍的消息 他除了難過之外 也希望可以趕快地化險為夷 也持續為他祷告 好 持續要來追呢 現在這個嫌犯的犯案手法 被說非常的專業 有像是劉邦有命由的翻版 甚至警政署長都已經南下作證了 現在有沒有相關的案情掌握呢 時間趕快交給榮安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這一起發生在南投草屯的槍擊案 真的非常駭人聽聞 凶手用刑刑式的槍決方式 一下子奪走四條人命 而八十一歲的老董 目前還在醫院救治 我們看到這個南投草屯生技公司 一共五個人遭到刑刑式的槍殺 那麼現在是四死一命危 整個犯案過程跟手法 真的讓人覺得非常專業 也非常殘忍 堪稱是臺灣近十八年來 最血腥的重大槍擊案 那麼許多巧合也令人有所聯想 那我們看到其實這整件事情 讓人覺得比較奇怪的是說 這個行刑式的槍擊 兇手會不會太冷靜了 所以我們來看到專家怎麼說 這個是明傳大學的犯罪防治系的 副教授王柏奇 他就表示說 對 這個人他整個行凶過程非常冷靜 而且很安靜沒有驚動到其他人 那麼他具有三個特質 我們來看看 一個就是他很冷血 甚至可能有開槍行凶的經驗 才能夠一槍一個都是打中頭部 直接當場避命 那麼手法迅速俐落 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第二個就是他行凶的槍支裝有滅音器 所以他可以安靜的來安靜的走 第三個就是兇嫌他冷靜的離開 在騎機車逃逸的時候車速也沒有加快 所以種種跡象顯示 這可能是專業的職業的殺手所做的 那麼這起事件害人聽聞手法也讓人聯想到二十幾年前的往事 也就是劉邦友血案 我們請導播帶我們看下一張圖 因為這個案子到現在還沒有破案 也是臺灣三大懸案之一 那麼我們來比較一下這兩個案子到底有多像 劉邦友血案發生在原來的桃園縣長官邸 當時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一號 主要的目標是當時是桃園縣長的劉邦友 最後一共造成了八死一重傷 那麼凶手一共有兩個人 而這一次的康建生計公司槍擊案 我們來看到是兩個現場 一個是廠區外的農場 鐵皮屋的廁所裡 一個就是廠區裡的辦公室 主要的目標是誰呢 是董事長賴閩南博士 那麼一共只有一個人行凶 造成四死一重傷 兩起案件中都只剩下了一名幸存者 而且當時這個桃園劉邦友槍擊案的部分 唯一的幸存者是這個桃園縣議員鄧文昌 當時的縣議員 他因為在受傷之後發生了腦病變 所以智力退化就像小孩一樣 所以對於還原案情的幫助不大 才會成為懸案 那麼南投草屯的槍擊案 董事長是唯一幸存的人 賴閩南博士他雖然是頭部重彈 轉往台中熔總急救 但還好子彈卡在腦部沒有貫穿 所以沒有傷到生命中樞 開刀取出子彈後算是保住一命 但是依舊有生命危險 那麼兩起案件的共同點都是 歹徒的手法非常兇殘專業 都是集體把人趕進廁所 然後進行刑刑式的槍決 相當俐落 開的槍數也非常少 然後闖入之後都知道要先控制受害者 然後才行凶 最後都是剩下一個人頭部重彈倖存 這是我們目前掌握到這兩起案件 比較相似的部分 我們先將現場交還給主播